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理题了 我们的一题四 先跟王老师一块来读读题目吧 这道题说呀,你要不要去邮局里边寄信 需要买一张八脚钱的邮票 他带了一张五脚的纸币 四张两脚的纸币和八枚一脚的硬币 请问他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付钱方法 在这儿有同学说,老师我一下就想出来一种了 你看这四张两脚这不就是八脚吗 对吧,没错 但是怎么样能把这些方法全部都想全了 这样其实就跟我们以前学的每一举法要结合起来了 还记得每一举法吗,同学们 每一举法就是把题目上告诉你的这些条件 按照一定的顺序一一的都列举出来 对吧 咱们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列举 对吧 那这个题我要想把它列举全了 我们要注意这样的 为了使付钱的方法不重复 不遗漏 我们用每举的方法 从大的开始 从五脚钱开始来每举 那在这儿的话 我们每举的过程中呀 画一个大表格来帮忙 这表格怎么用呢 就是比如说 我在这儿我就从五脚开始 对吧 五脚最多能挑几张 五脚最多能挑一张出来 对吧 五脚挑一张了 它是不是最大的情况呀 对吧 我们都从最大最多的开始想 那接着两脚最多能挑几张呢 同学说老师两脚能挑四张 如果两脚挑了四张的话 那在这儿就是本来已经有五脚了 再加上八脚 十三就是一圆三脚 是不是多了呀 对吧 所以在这儿我们考虑到五脚已经有一张了 那缺的是三脚对吧 三脚我是不是要从剩下的地方挑啊 对吧 那三脚里边两脚最多只能挑一张吧 对吧 那一脚挑一张 应该是一枚啊 咱们是硬币对吧 是不是挑一枚啊 这是不是第一种做法呀 对不对 那接着再往下 怎么能把它想全了呢 咱们还记得美举说呀 就是有排队的思想在里边 对吧 我们先把排头定好了 就让这个排头不动 先不着急动它 你看五脚挑一张 是不是想出一种了 对吧 接着再想 如果五脚挑一张的话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五脚挑一张 你看两脚刚才已经挑一张 对吧 那它还能挑几张呢 挑两张 一张 挑两张大了 对吧 挑一张已经有了 接着是不是要往小里边找了 是不是挑凌张啊 对不对 两脚是凌张 那接着这一脚我该挑几枚呢 这是五脚 还缺三脚对吧 是不是挑三枚啊 对不对 接着我们看 如果五脚挑一张 那还有没有 如果五脚挑一张 两脚现在还能挑谁呢 一个 零个 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五脚挑一张 是不是就这两种情况 我们全找全了 对吧 好 这是五脚挑一张的情况 我们都找全了 那接着五脚该挑几张了呢 一张挑过了 是不是该挑凌张了 对吧 在这挑两张的话 是不是大了呀 对不对 我们呀 最大只能挑一张 那一张挑过了 是不是该是零张了 对吧 好 如果五脚挑凌张的话 那两脚最多能挑几张 咱们是不是都从最多的开始 最大的开始想呀 对吧 最多挑四张 是不是整号的 对吧 四张 那在这这四张两脚 是不是已经是八脚了 对吧 所以一脚的在这 是不是挑零啊 对不对 接着再来看 五脚还是挑零吧 对吧 现在是不是一档排头结束了 接着就是零档排头的了 对吧 这如果挑零的话 那接着两脚该怎么挑 两脚最多挑四张了 对吧 那再往下是三张吧 对不对 最多挑四张 再往下只能越挑越少了 对不对 他挑三张的话 三张两脚就是六脚 对吧 六脚 那还缺两脚呢 是不是要挑两枚呀 对不对 接着还是五脚是零张 那接着两脚四三二了 对吧 他现在该挑两张了 好 两脚如果是两张的话 这是四脚 对吧 还缺四脚 是不是这挑四枚呀 对 对不对 接着再来 还是零吧 这该是几了呢 四三二一了 对不对 这如果是一的话 表示挑了一张两脚 就两脚 还缺八脚 对吧 是不得八枚呀 还缺六脚 一共是八脚 对吧 所以在这还缺六枚 对不对 挑六枚 接着还有 你看五脚挑凌张 两脚也能挑凌张吧 最小最小的 对不对 接着这时候 硬币是不是就八美呀 对不对 是不是全找全了呢 同学们 对吧 这是不是通过 每举的方法 也找全 对呀 我们是不是首先 把五脚当排头了 先让它最多 对吧 最多是不是 只能挑一张啊 对不对 这样你看 我们挑出来 它只有两种情况 那接着 五脚如果挑凌张的话 两脚是不是又改变了 你看这两脚是不是从多 往手里边再挑啊 四三二一零 对不对 是不是美举的方法在付钱呢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付钱方法 全部都找齐了 在这儿画表格啊 是为了让我们美举出来 更加的规整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理题四 接着跟王老师一块来看看 下一道理题 我们的一题五 先跟我一块读读题目吧 说呀 爸爸给小燕子了 十元钱 为了使用方便 他想把这十元钱 兑换成一元 两元 或五元的纸币 你能帮他算一算 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 兑换方法吗 还是要五元 两元和一元 对吧 只是呀 现在是十元钱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兑换完 他们相加肯定要等于十 对吧 嗯 那在这儿 是不是还得先 画表格来美举啊 对吧 嗯 还是从最大的那个 从五角开始吧 五角 五元啊 从五元开始 五元应该是排头吧 谁是第二 两元是第二吧 谁是最后 一元是最后吧 对吧 我们来看看啊 在这儿 十元兑换他们仨 那在这儿 是不是就是五元 两元 一元呀 对吧 嗯 好 没告诉你能换多少张 那就是你想要几张 就有几张 对吧 首先从最大的排头五元开始 是不是让他最多呀 一开始 五元最多能兑换几张呢 一张 对十元 两张 对吧 两张五元就是一张十元 是不是这是最大的情况呀 那剩下这两个还能取吗 不能了 不行了吧 是零吧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开始啊 对吧 那接着五元取两张呢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呢 没了吧 因为两张五元不就是十元了吗 对吧 没有了 那接着五元取一张 一张的 我们来看看 如果五元取一张 也就是说呀 这儿已经有五元了 还缺五元钱 对不对 那我从两元开始看 两元在这儿最多能取几张呢 他要凑五元的话 两元最多能取两张吧 取三张就超过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儿最多取两张 好 这是四元 那一元取一张就可以了 对吧 接着再来 如果五元取一张的话 两元现在还能取几张 最多取两张 还可以取一张 对吧 两元取一张的话 那这是两元 还缺三元吧 这是不要取三张一元的呀 对吧 接着再来 五元如果取一张的话 两元还可以取 二 一 还可以取零吧 对不对 最少取零 那这时候一元得取五张了吧 对不对 好 接着五元还取一张 还有没有了 五元取一张 两元已经不能再变小了 对吧 说明已经取完了吧 对不对 你看 在这儿我们发现 当这个排头确定的时候 排第二的这个数 是在慢慢的变小 对吧 因为我们是从大往小在变化的 肯定是越变越小 好 五元取一张的有了 那五元是不是该取零张了 对不对 五元如果取零张 两元最多取几张 两元最多 几个两元等于十呢 有没有 五个 五个吧 所以两元最多是不是取五张啊 嗯 两元取五张了 那一元呢 就是不取吧 零张吧 对不对 接着再来 五元还是取零张吧 对吧 如果五元取零张的话 那两元在这儿可以取 四张吧 对吧 取四 那一元可以取 六 这取 这取四张了 那四个 四张两元就是八元 对吧 再加上两元 所以这儿取二 对不对 接着再来 五元这儿取零张的话 五四 三 三老板 是不是越变越小呀 对吧 好 这是三 那三张两元 其实是六元 对吧 还缺了四张一元吧 嗯 对吧 再来 这是零 那这儿应该是二了吧 对吧 你看 五四三二 这取两张两元 那是四元 对吧 嗯 还缺六张一元 六元 对不对 接着再来 零 一 这如果取一张两元的话 那应该是 两元 还缺八元 还缺八张一元 对不对 嗯 好 那接着我们还有呢 如果五张 五元取零张 两元五四三二一 也可以取零张吧 嗯 对不对 如果两元取零张的话 那一元该取几张 十张 十张吧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对吧 同学们 好 这是不是也是在美举啊 比刚才稍微多一点点 对不对 但是方法是一样的 你是先定了最大的 对不对 我们先从五元 因为它的面值最大 那就让它呀最多 从最大最多的开始挑选 对吧 嗯 你看五元如果挑两张的话 就一种情况吧 五元如果挑一张的话 有三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都写全了 五元如果挑零张的话 我们数数啊 是不是有六种情况 也写全了 在这你看啊 当五元是确定的时候 我的两元是在越来越小的 对吧 因为我们从大到小 所以肯定是越来越小 对吧 好 这种呀 画表格没举法 你学会了吗 这个题呀 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对我们现在来说 对吧 所以你们呀 要把这题呀 好好的再认真的 再多看几遍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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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